欢迎回到游戏九尔频道 虎年即将来临 九尔首先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全球游戏玩家虎年吉祥 虎气冲天 还是那句话 您可以在吃饭睡觉 蹲坑摸鱼的时间观看节目 还请您帮忙点个赞 订阅关注审问的 这样可以让更多喜欢游戏的朋友 看到我的节目 如果您关注本期节目里的哪个游戏 或者还有其他推荐的好游戏 您就发个评论弹幕 分享给更多的玩家 我们来看看二月份上半个月 都有哪些游戏值得关注吧 奇异人生重制版合机包 收录了奇异人生与奇异人生 风暴前夕两作的重制版 将于2022年2月2日登陆 PS4、Xbox、PC平台 NS平台宣布跳票 本作相比原版升级内容为 引擎和灯光效果更新 角色和游戏画面的视觉效果升级 表情动画全面使用 面部动作捕捉技术 大幅改善角色动画 游戏谜题内容全部更新 玩家做出的选择和结果 会让这场冒险有不同的结局 运用MAX的反转时间能力 和克洛伊的聪明机智的态度 改变事件结果 现在预购奇异人生重制版核击包 既可获得僵尸坟镯套装 目前PS预售价为338港币 早在2014年登陆PS3平台的 福尔摩斯罪语阀 将在2022年2月2日登陆Switch平台 玩家将扮演夏洛克·福尔摩斯 使用侦探的天灾技巧 来解决6个紧张悬疑的不同案件 有谋杀、失踪、盗窃 以及让福尔摩斯陷入荒难境界的 其他无数个调查案件 罪与罚的高自由度 可让玩家以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 来主导整个案件调查 选择你想要追踪的证据 审问嫌疑人 并推销出真正的犯人 最后明智地决定他们的命运 当然同时也可能会发生 你意想不到的后果 最新发售的Switch日趋 将支持中文 售价为3100日元 消失的光芒2 人与人之战 是被受好评的丧尸题材 第一人称动作跑酷游戏 消失光芒的续作 将在2022年2月4日登陆全平台 故事发生在前作之后的末世 人类对抗病毒的斗争失败了 仅存的人类退居到最后的定居点 都市 一个摇摇欲坠的最后避难所 玩家拥有改变都市命运的能力 伴随每个事件和阵营中做出不同的选择 都市的未来也会有所改变 本作支持4名玩家组队游玩通关战役模式 可以组建自己的游戏或者加入其他人的游戏 目前预售豪华版包括传奇皮肤包 剧情DLC 独家武器视频等 终极版相比豪华版多出了两个小时夜间经验加成 以及制作物品和第二个剧情DLC 拥有Switch Online会员的玩家可以通过云游戏的方式在线游玩 官方发推表示 想要彻底游玩消失的光芒2人与人之战至少需要500个小时 那岂不是老头玩都要上市了 普通玩家如果只想要完成故事剧情 支线任务和一定的世界探索的话 时常不会超过100小时 本作不建议购买NAS版本 因为云游戏对于国内玩家来说并不友善 推荐使用次时代主机平台游玩 目前PS5预售价格为468港币 Oli Oli 世界是Oli Oli 系列的第三款游戏 将于2022年2月8日推出数字版并在全平台发售 本作是针对滑板暗号者开发的冒险游戏 主打华丽的2.5D动画艺术风格 具有挑战性的支线任务 以及可供玩家选择的多条路径 除了任务模式外 Oli Oli 世界还具有两种异步多人游戏模式 纪念天堂联赛与纪念天堂入口 纪念天堂联赛将让有相近技术的玩家竞争 通过争夺最高分取得胜利 可为他们的角色赢得新的装饰物件 纪念天堂入口允许玩家根据风格 难度和长度等参数选择生成原创关卡 每次生成都带有一个独特的代码 可以与世界上的任何人分享 让玩家可以跨平台互相竞争 本作现在已开放预购 预购的玩家将获得数位版装饰品奖励 包括涂液头造型 高手T恤等物品 这款休闲与竞技相结合的游戏 个人觉得还是推荐在NS平台购买 很适合随时随地来一局 目前Switch平台预售价为234港币 师傅是一款独具风格的逼真动作游戏 将在2022年2月8日登陆PSPC平台 玩家将在本作中扮演一名 追求复仇的年轻功夫学徒 依然面对所有敌人 追捕世亲的凶手 需要依靠独门功夫来取得优势 并保护好家族的遗产 游戏中玩家可以进行后推 击倒击晕晕 格挡反击破坏敌人的平衡 通过闪避恢复自身的平衡 利用周围的环境以及集中力随机应变 从而使用强力的招式进行致命攻击 玩家需要利用侧身躲避上段位攻击 利用跳跃躲避下段位攻击 通过古老的坠势 每次死亡都能够死而复生 相应的代价就是每复活一次就会变老 死亡后是玩家在技巧上花费经验值的机会 并解锁对付敌人的新方法 然而生命力是有限的 玩家将会为每一次错误而付出代价 如果已经到达高龄 那么就将结束这位功夫大师的一生 现在预购师傅 即可获得专属拍照模式电影设置组合包 如果您在PSN上预购 还可以获得两个独家PlayStation师傅的头像 没钱也可以让你成为模型大佬 《江老模拟器》将在2022年2月8日登陆Steam平台 游戏允许玩家裁切组装 然后喷漆和定制作品 从而像现实世界一样构建模型机 在货架上摆满了来自各个国家和时代的汽车 飞机 直升机和坦克 将其以实境方式展示 以增添些许光芒 输出你的作品来获取收益并扩充你的工具包 或者将你引以为豪的作品展示在模型架上 游戏提供多种工具和模型让你选择 还为你准备大量的油漆颜色和贴花 这将使组装后的模型真正属于你自己 玩家将会获得数周的创作乐趣 同时你的家人不会抱怨家里到处都是发出胶水和油漆气味的塑料玩具 在虚拟空间中构建模型从未如此有趣 史克威尔埃尼克斯的著名游戏《王国之心》系列 将在2022年2月9日在Switch上登陆云游戏版 本次包含《王国之心》3和《Remind》 《王国之心》HD1.5加2.5Remix 和《王国之心》HD2.8中章曲章三部作品 由于网络问题 Switch云端游戏对于国内玩家来说目前还很遥远 并且《王国之心》除了《王国之心3加Remind》以外 其他作品仍然不支持中文 所以本次云游戏对于新老玩家来说并不是首选 为了收藏和怀旧 云游戏版本确实不如离线版本 不过话说回来 SD你能不能找个工作室把前几代的汉化补齐 毕竟出中文版才是掌握真正的财富密码 《孟之兰》是一篇互动式诗歌游戏 将在2022年2月9日登陆全平台 本作描写一名超级运动员和母亲之间无所顾包之爱 在结合手绘和3D艺术的独特美术风格帮助下 呈现出女主角米利亚姆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旅程 她游入了自己的记忆深处 在将牺牲心碎胜利和骄傲融合一体的游戏片段之下 她得以重拾深藏自己内心的童心 深化自己对母亲的爱 通过美妙的音乐以及3D2D相结合的视觉体验 在无言的叙事之旅中 重游游泳冠军最深的回忆 如果您喜欢互动式电影游戏的话 不妨尝试游玩本作 游戏首发将加入XGP 把老控出了三部空轨 灵轨和壁轨各一部 此外还有四部闪轨 接着是一部创轨 最新一代的英雄传说离职轨迹中文版将在2022年2月10日登陆港幅PS 英雄传说离职轨迹也获得了法米通的高分评价 拿到了总分40分中的34分 离白金只差1分 作为老牌的JRPG游戏 法老控英雄传说系列在国内有一群铁杆粉丝 而自从2004年轨迹系列第一作英雄传说6空之轨迹面试以来 英雄传说就一直停留在第六代 本作延续了轨迹系列经典的指令AT战斗元素 在改良过后的本作战斗系统当中 可以任意选择即时战斗和指令战斗 从之前发售的日本版来看 本作无愧于系列之名的品质和期待值 虽然剧情仍然公式化套路化 但完成度很高 可以放心游玩 通关大约需要70个小时 包括特殊玩法在内需要100个小时以上 如果玩家在2月9日前购买英雄传说离职轨迹 可提前于发售三天开始游玩本作 还可以获得战术导力系统 变更为汉密尔顿博士年轻时的语音 以及亚洲版原创服装的DLC 豪华版包含计票动态主题 终极版则包含原声带音乐 消耗性道具DLC 目前PS平台标准版售价为518港币 涵盖日本历史、画风、音乐等要素 并结合肉歌、卡组构筑的策略游戏《森九成物语》 将在2022年2月10日登陆Switch平台 本作由中国的Smoking Beer工作室开发 游戏提供4个完全不同的职业 包括僧侣、武士、阴阳师、忍者 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卡牌库 共计300余张卡牌 每张卡牌都有独特的能力 围绕职业的特色构筑不同的战斗风格 去挑战千奇百怪的日本传说怪物 其中的天赋均是从职业天赋和通用天赋中各选取一半 随即组合后生成独一无二的天赋盘 玩家将划身为密探 只身闯入森九成的管辖区 在充满探索感和未知感的地图中 步步为营地考虑每一次抉择 目前Steam提供试玩版本 Switch价格未定 对杀戮尖塔等肉哥卡牌类型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去下载体验 在Steam平台一度好评如潮的角色扮演冒险游戏 被虐的诺埃尔 将在2022年2月10日登陆Switch平台 被虐的诺埃尔除了游戏外 还有漫画、小说、广播剧等衍生作品 Switch版游戏收录了S1至S7的内容 并进行了升级 演出方面大幅优化 同时也增加了对白和S3.5的剧情 父母都是钢琴家的少女诺埃尔 在拉布拉斯市内举行的钢琴比赛措施冠军奖项 赶到绝望的他 听信了市长巴洛兹所称的比赛背后的阴谋 与大物魔卡龙签下了真正的试点奏者之契约 在不知道后果的情况下 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作为契约的代价 诺埃尔在陷入濒临死亡的边缘时被卡龙救治 卡龙对巴洛兹的不诚实的做法感到愤怒 燃起复仇之心的两人 因此携手打算将巴洛兹逼入绝境 Switch日服定价2480日元 并且支持简体中文 在去年Steam上发售的格斗运动游戏 功夫踢球将在2022年2月10日登陆Switch平台 玩家可以选择扮演和尚 忍者或者太极大师 只需通过三个按钮 使用不同的组合施展不同的动作 操作十分简单 玩家可以像功夫高手一样在空中飞翔 释放出一系列的拳脚踢攻击对方 来压倒另一支队伍 并将球砸向对方的钟 每次命中对方的钟都算得分 在规定时间内 得分最高的团队被宣布为获胜者 本作支持1v1和2v2的本地或在线多人比赛 如果想体验电影少林足球里 一样酷炫的踢球方式 本作就再适合不过了 目前Switch每幅售价为19.99美元 在Steam上广受好评的像素RPG游戏 海洋之心将在2022年2月10日登陆Switch平台 玩家将扮演女主人公提利亚 采用即时战斗的模式 前往海洋上不同的岛屿 通过探索地牢 击败boss来推进剧情 战斗和解谜设计都十分有意思 让人回想起了2D模式的塞尔达 本作的目标是最后要找到提利亚失踪的父亲 同时还要拯救世界 迎战可怕的怪物 使用各种武器和古老的魔法来打败他们 或运用谋略克敌制胜 寻找特殊材料升级武器 一举击垮曾经艰难对战的怪物 收集整个世界地图上各式各样的物品 来制作药水 升级武器 以及不断地扩充武器库 奇异的魅力和幽默 将让玩家的超凡冒险之旅乐趣不停 本作在Switch日幅售价为1620日元 并支持中文 支持单人和多人合作的物理学解谜游戏 昏昏欲睡康家5 将在2022年2月10日登陆Switch平台 本作的设计理念就是要突出友谊至上 玩家需要控制的不是一两个 而是一大堆古怪的朋友 并且必须同时控制 找到他们牵起彼此的手 排好队列 每个朋友都拥有独特的技能 帮助你完成任务 但要小心 队列越长 控制起来就越难 精心创作的多层配乐 随着康家5对列变长而不断演变 可爱的动画角色在你拯救世界时 为你的心情增添一抹亮色 聚集所有的朋友 带上他们一起踏上拯救宾威星球的旅途 Switch日幅预售价为1950日元 穿越火线系列最新作 穿越火线X将于2022年2月10日登陆Xbox平台 多人模式为免费运营模式 穿越火线最初在2008年前后于全球上市 当时主打的免费游戏吸引了大量的亚太地区玩家 拥有超过数亿玩家的庞大群体 如今在2022年的穿越火线X 将一改过去老旧的游戏画面 以最新的次时代主机性能 打造一个全新的射击战场 在前作的故事中设定了全球风险 和非名单两个佣兵集团之间的冲突 在穿越火线X也将延续该世界观 本作的单人战役剧情 由曾经开发控制的芬兰游戏团队RAMD打造 从部分媒体的试玩战役体验上看 本作的场景和敌人设计比较普通 没有在游戏中看到宣传片里的惊爆画面 期待多人模式上能有更多亮点 所以如果想入手本作的话 不如先等一等游戏上市后的评测再说 2月的上半月游戏推荐就到这里了 1月份微软收购了动试暴雪的消息爆出后 惊动了广难玩家 所谓游戏不够用钱凑 微软的这次操作 让本时代的索尼市场形势极为严峻 后来我在想 即使索尼能够推出类似XGP的服务 在资金雄厚的微软面前 又能够有多大的筹码挽回颓势 不知道索尼是否有大招未出 不过现在还真有点怀念 那个三巨头平起平坐的时代了 好了 我们2月份中旬见吧 最后祝大家新春快乐 虎气冲天 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